我们说方法二 DL也可以,DS也可以 从无限大到距离 我们写D远好了 这个写D好了 D等于2D,OK 我们还是写D好了 就是说你这个 我们刚刚不是说他受力吗 对不对 他受力嘛 从无穷远的地方一直被拉过来 那么他做的功就应该是根据力学 功是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值带进去 力是等于多少呢 力我们刚刚不是算出来了吗 力 力是这个东西 力是这个 不过现在不是D哦 他在 我们画一个图好了 画一个图好了 他距离这个地方 D远之处 Z远之处 F是这个 F是这个 那他就应该等于4π Y0分之1 分之1 然后呢 那个D要换成 Z Q 平方 这里是 Q是平方嘛 我们就是平方 然后DL DL DL DOT N 这是N 这是负N N朝这边 负N朝这边 DL我们也是朝这边 所以他就是等于 负的 我们写这样没关系 F F本来是这样子的 他这个地方有一个负N DOT DL 负N就是这个方向 负N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当作Z 这个就是等于Z哦 这个就DZ哦 这是等于DZ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负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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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0分之1 好 这个积分是等于负的 现在变DZ了 对不对 我们就直接写 这个我们就写DZ好了 好 从无穷大 一支 到D远 我们写这个D就写 最后这个字好了 还是写最后这个字好了 最后他就离他只有D远 对不对 我们写这个大D好了 最后他只离他是D远 好 这个我们算出来啊 也是等于负的 16 π Y0 这换成D Q平方 好 这个就是整个的D和Q 在接地导体附近的时候 好 我们用影像法求电位 然后电位求出来 我们就可以求电厂 电厂求出来 我们可以求电荷密度 然后求总电量 总的感应电荷 然后再求Q 受导体平面的吸引力 然后这个系统的电能 这整套 就是这么做 好 再来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给各位看 我举一个例子 画一个坐标 这是直角 这两个是 两个 半无限大的导体壁面 只有一半 因为它有开始 而没有末了 有时点 没有终点 那如果我们 把这个接地 两个都接地 就是说 这个上面电位也是零 这个上面电位也是零 好 我现在把一个Q点电荷 在这里 Q的点电荷在那里 我们现在问他 你空间任何一点 产生的电位是什么 空间任何一点产生的电位是什么 Q在这里 随便找一点 这一点的potential是什么 如果这个距离我们知道 这个距离是低 这个距离也是低 是一个点电荷 随便找一点的电位是 我们也还是要分析一下 你学过哪一些求电厂的方法 我们现在可以说 我们由电荷的分布来求 我知道这里有个Q 但是这个地方都会感应出一堆的 跟它符号相反的电荷 我不晓得它怎么分布 所以现在我没有办法用电荷的分布求电位 电厂也不行 由电厂求电位也行不通 因为电厂还是要电荷的分布 直到才能求 对不对 再来就是 Boundary Condition 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像这种 有一个边界在无限远 这个两个边界在这里 等于零 这个问题 不太容易做 因为你有一个在无限远的地方 那么再来 我们就是有影像法 这个可以 我们学过 一个电荷 在无限大接地导体皮面前 它的影像电荷 求出来 就可以求电位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用 影像法 求电 影像电荷 你要问什么东西呢 问你自己 它有几个影像电荷 都是多大 都在什么位置 你要先决定这三项 你怎么知道影像电荷 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有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就看 因为这边的面 都被它 秀得掉了 等于看不见了 那我们可以说 这个延长 把这个表面延长 整个我们都当作是 电位等于零的一个 无限大的导体皮面 反正你这里 求不到了 那就等于说 这个导体在无限大接地导体皮面前 所以它有几个影像电荷 一个 对不对 一个在哪里 在这个后面 也是低远之处 所以我们知道 它有一个影像电荷在这里 我刚才我用Q 用这个 用QPRM 好没关系 不要什么QPRM 直接用负的好了 负Q 好它跟这里的距离呢 是低远 第一远 是同一条线 我这画得不好 好 这两个电荷 可以让这个面 等于零 等于零 电位等于零 但是不能让这个面的电位等于零 没有办法让它等于零 但是它就是零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也延长过来 好像是另外一个无限大的面 现在这个电荷要让它等于零的话呢 它会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负Q 低远 好 它要在这个 这也是低啊 好 它也要让这个产生 电位产生零啊 所以这个也是低 这个也是低 这个也是低 它呢 负Q在这里就是正Q 好 现在我们check一下看看 对不对啊 这个 跟这个 可以在这里产生零电位 这个跟这一对 可以 可以让这个 平面的电位等于零 所以OK了 所以它一共有几个影像电荷 共有三个 我们说应用 电电荷 在无限大接地导体前 附近 它的影像的附近 我们去利用它这个结果 得知 Q 共有三个影像电荷 Q 共有 三个 影像电荷 其位置如图所示就好了 你怎么知道 有这三个 都在哪里 你怎么知道 我应用的是这个结果 你要告诉人家 你是怎么得来的 OK 好 所以 任意一点的电位 我们现在随便取的话呢 不好求 我们Q在这里 好 我假定取这一点好了 这一点如果离这里 也是低远 就是P点的电位 现在比较好做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可以求它的距离 可以求出来 好 我们求P点的电位 P点的电位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这个叫做R1 这个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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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R1 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颜色好了 R1 我刚才拿一个 叫R2 R2 好 这个距离 我们现在叫做R2 这个 整个这个 这个叫R3 这个叫R4 R4 好 那么 我们就可以求 V等于什么呢 那几个点电荷 在P点 产生的 电位的 核电位 所以它就是等于 这就等于一群点 电荷的电位了 好 我们可以写 Q1 被 就是Q了 被D1来出 我们写R1好了 好 再加上 R2 R2是这边 这个 负Q R2 再加上 R3 是正Q R3是负Q 负Q 好 再加上 正Q的 R4 R4 那么这个R呢 R1就是 D R2呢 它是 有一边是D 有一边是 RD 所以它是等于 根号 5D R3 R3 就是3D R4 它一边是 2D的平方 一边是 3D的平方 所以它是 所以它是等于 根号 13D 所以V 就等于 4π Y0D 分之Q 然后1减 根号 5分之1 再减掉 3分之1 再加上 根号 13分之1 当然你这个可以合并了 这个合并变成3分之2 也可以了 这个就是 我们应用 点点和在导体表面 无限大的接地导体表面附近的结果 来做题目 以后我们还有别的题目 好 那现在我们再讲另外一种 就是点点和在接地的导体球附近 好 那现在我们假定啊 有一个导体球 这是球内 这个是球外 如果这个导体的半径是R 那我们把一个电荷在这里 那这个跟球星可以连成一条线 我们假定它跟球星之间的距离 我们假定是A 假定是A 这个接地 我要求 空间任意一点的电位是什么 我们要问这一点的电位是什么 你求出电位就可以求电厂 就可以求导体表面上的电荷密度 感应电荷密度等等 那现在怎么求啊 这个boundary 这个球面 是V等于0 无限大的地方 当然也是 你做一个无限大的半径的一个球面 也是V等于0了 那当中的V 起起伏伏 你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求呢 我们现在用这个影像法来做做看 用影像法 好 那影像法我们就假定说 这个是一个导体平面 接地 好 这个面上面任何一点的电位 等于0了 已经知道等于0了 那我们就要问 它到底有几个影像电荷啊 都是多大呀 都位于何处啊 要求这个 那怎么求法呢 我们就说 它跟所有的影像电荷 在这个面上产生的核电位 要等于0 我们用这个来做 好 那么我们先考虑一种 简单的状况 我们说 假如它只有一个的话 只有一个 我们不会假定它有10个 你怎么知道有10个 那它起码有一个 对不对 起码有一个 我就先假定它一个 好 这一个在哪里呢 因为它要让这个面上电位都等于0 我们由对称之道 它一定是在 Q点电荷跟这个球星的连线上面 有一个QPROM 通常这个QPROM啊 都是跟它的电荷 带电的符号相反 这个正电呢 这个一定是某一个大小的负电荷 所以 为什么假设在这里呢 因为它如果这两个电荷 能够在这里产生零电位 那它一定在这个地方产生零电位 对不对 一定在这里产生零电位 所以能够在这里产生零电位 也一定会在这个 对称的位置产生零电位 我们就由这一点来判定 它一定是在这个连线上面 我假定这个是O点 我假定它距离圆形O B连线之处有一个QPROM 有一个QPROM的点电荷 好 现在我们 我们先假设 一个影像电荷 QPROM 那你先假设一个 如果这一个做不出来 我就再假设两个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由对称性 得知影像电荷 QPROM 在Q与O之连线上 然后呢 距O点B远处 好 这也是我们 我们先假设 就是它的位置 我们假设一个嘛 然后它的位置 我们也假设嘛 假设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 这两个电荷 Q跟QPROM 要让这个 球面上的电位 等于零 除了Q 与QPROM 在 在 倒体 球面上 任意位置 电位 虚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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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假设 你先电荷干什么呢 你假设它干嘛呢 就是 要让这个 你怎么知道它多少呢 就是说 这个QPROM 跟Q 要在 导体 表面上面 产生零 电位 好 这里电位 要等于零 这里等于零 这里等于零 但是这个位置 都不太好 以后我们不太好算 另外我们先找两个最简单的位置 比较好算的位置 这一点算是P1 P1是导体球面上面 P2也是导体球面上 也是导体球面上 我们说 好 P1跟P2 必须是零 因为它在导体平面上 所以我们就有 V P1 它是等于 4π ε0 分之一 Q Q点 到这里的距离 它是A加多少 加R 这个是R 这个半径是R 我看写在哪里 随便写一点 好了 那就是A加R 好 再加上 Q pram 它到这里的距离 是等于什么R加B R加B 那就是B加R 好 这个要等于0 然后VP2呢 是等于 4πy0 分之1Q over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这个是Q Q到这个距离 这是A-R 再加上Q'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Q到这一点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是多少 R-B 好 这个要等于0 我们解这两个equation 解 解这两个式子 我们得 Q' 要等于负的 A分之R 存算Q B也求出来了 它是等于 R平方 被A除 这个就是它的影像电荷 这个就是影像电荷的位置 它跟欧点之间的距离 好 那么 你求出来还不算 你不像刚刚那个平面 那么容易知道 有一点电位等于0 其他都是0 你这个是0 这个是0 因为这很好算 我随便找一点 这一点是不是电位等于0呢 如果它不是0呢 那那个影像电荷就 就不是它 就不能用 因为它只适合这两个 不适合那一个 好 我随便找一点 P3 检验看看 这两个点电荷在P3的 电位是不是0 我从这里 这个位置如果是R的话 它到这里 这个 我们称它叫做R' R' 那么我们现在要验证 验证这个结果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它是否能够适用于导体平面上的其他位置 那我们现在就任意其他位置 是任意加一个字好了 好我们假定这个叫做P3 那我们现在就来求VP3 它的位置呢 是我们现在是以这个作为参考点 所以它的位置就是Rθ 好两个点点和 一个是Q距离是R 另外是一个Q'距离是R' 现在我们要证明这个是0 那么R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由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那这个是Pi-Theta角 所以它是等于 A平方 加R平方 加上R' R' R' 它是等于B平方 它是等于B平方 加R平方 加两倍的BR' Cosine Theta 好现在我们可以把影像电荷的 值跟这个带进去 B 我们这里算出来 B等于什么 A平方overR 把这个用R平方overA 我讲错了 等于这个 好那我们都可以把R平方呢 提出来 我们提出一个A分之R 好里头这个就是 A平方 好 你提出一个R出来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 我们这个好了 我们先拿这个 R提出来了 我们的A平方分模样一个A 对不对 所以就是A平方 加上R平方 这个 然后再加上 两倍的A R Cosine Theta 这个正好是什么 根号正好是这个 R 所以它就等于A分之A分之R 乘上小R 小R 好 R是这个 R'是这个 我们现在再把Q带进去 Q' Q' 得出来是等于R分之R R over A 乘上Q 好 把这两个带入 Potential V 把这两个带入Potential V 我们就得Potential V 是等于 我们把这个当作第一式 好了 好 这个 这个跟这个带入 1 我们就得V 在P3这一点 最后的结果呢 是 4π Y0分之1 Q over R 再加上 好 这个就是 Q' Q 这个是R Over A 乘上R 你看这AR AR约掉了 A分之R A分之R约掉了 R分之Q 减掉R分之Q 等于0 那么这个 这一点是随便我们取的 θ是任意值 因此我们就说 点电荷 影像电荷的这个值 跟它的位置 可以适合这整个的边界条件 那就说 像这样一个点电荷 在导体球附近 它的影像电荷就只有一个 位置就是那个位置 OK 这个是验证了 OK 就是验证我们所得的结果是对的 啊哼